老出血主要发病率高还是高血压患者的中老年人 他容易老出血 因为这个老出血绝大部分都是高血压患者 那高血压患者呢 我们知道高血压是一个慢性疾病 多数都是由于我们的遗传因素 要不然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 比如说高知高眼这些饮食 甚至过度的烟酒熬夜这些生活习惯 导致了一个高血压 然后导致了一个脑出血 但是这些发病率都发生在中老年人比较多 所以说这位患者呢 首先是对原发疾病的一个预防 才是根本性的预防 感谢您的感觉 感谢您的感觉